王非虎 张将军 你还是回去吧 免得自取其辱 放肆 竟敢口出狂言 今天就让我看看 到底是谁自取其辱 哪里跑 还不下马 等待何时 杀 杀 杀 你跑 传令收兵悬挂免战牌 武王 我已经下令挂免战牌 暂时退下 再另向破敌之策吧 可是 武城王被擒 我们若还不相救 我真怕 他们会遭张贵方的毒手 况且 我们总要想一个万全之计 以解围城之困呢 丞相 你擅长五行道术 看看有什么办法 可以破他的妖法 是吗 但凡精血成胎者都有三魂齐破 张贵方的妖术 就是在他呼喊之时 能使人的魂魄不具一体 散在各方自然落马 要对付他的妖术 要对付他的妖术 除非是没有三魂齐破 没有魂魄的人 到哪儿去找呢 那武城王他们就死定了 武王散大夫放心 武城王命中该有此一劫 却可免性命之余 至于破张贵方的妖术 臣也一时无忌 唯有尝试焚香祷告 求四方道友来助 以解稀奇之困 相父 那就赶快焚香祷告吧 出语 crown 金侠同志 在 师父 快找你师兄来 是 为我爱 要莫莫莫 呼呼呼呼 傻傻傻傻 呼呼呼呼 傻傻傻傻 我扎希望 我是能扎 师父 师父 急招徒二 不知有何吩咐 哪吒 过去你杀戒太重 我才带你上山 至今已五年多了 此山非你久居之地 你可以下山了 师父 你师叔江子衙 在西齐败相 如今西齐有难 你速去辅助你师叔 新州灭伤 共成大业 一应天命 是 师父 救命啊 救命啊 小哥 你别怕 我是你们丞相的师侄 特来求见 请通报一声 你 你是 你 你是来求见我们相爷的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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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爷 相爷 不上 不上 爹 快 就是他 哪吒叩见师叔 你是 弟子是钱元山金光洞 太乙真人门下 姓李明哪吒 得知师叔用人之际 特奉师密下山 听师叔驱使 太好了 不过 张贵方的妖法厉害 凡有三魂七魄的 都难逃此劫 恐怕你 那没关系 让我去会会张贵方 我自有办法对付他 你 我忍不住了 但姜子牙挂出免战牌 多日不战 分明是缓兵之计 难道要我们等他一辈子吗 封离 看你这着急的样子 就中了姜子牙的计了 什么 君家罪计急躁 你这样冲动 要是西齐方面出战 你再赢敌 就先败了三分 那可是 冷静一点 那我们等到什么时候 我有一个办法 明日我们把黄飞虎 周济 黄明一块压到城墙之下 破他们出战 他们不肯 我们就杀一个 务必破他们迎战 好 他不出战就杀 看他出战不出战 廖大人 去 外面有一周英小将前来请站 喜气无人了 竟然派个黄猫小子来送死 你们谁是掌柜方 上了我再告诉你 驾 驾 看你往哪儿跑 驾 好小子 带我张鬼方来会你 我不杀无名之将 你报上名来吧 好 我叫李哪吒 你有本事的可以叫我下轮啊 哪吒还不下轮更待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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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说我这法术万事万灵 怎么这小子能破我法术 张鬼方 你这法术不灵了 你叫破了喉咙 我也不会下来的 看我把你的人头取来 嘴 张 需要 快 Uma 快 快 快 还有 刘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恭喜丞相大胜一场 看来让贵方也不足为患了 这都是哪吒的功劳 为什么哪吒能破他的法术呢 不是哪吒能破他的法术 而是他的法术对哪吒不灵 那是为什么 但凡精血成胎者都有三魂七魄 被张贵方一叫魂魄不拘一体自然落马 哪吒乃是莲花化身不是血肉之躯 所以他的邪门法术对哪吒不灵 原来是这样 师叔 刚才真杀的信息 为什么明清收兵了 我们有几个人被抓去了 再冲杀过去 恐怕对他们不利 那我们先去救人吧 我正有此意 今天晚上你去缠住张贵方和封林 不急 你带人冲进敌营救人 使他们守卫不能相顾 丞相的办法真是万无一事 我立即去召集军队 慢 先让大家吃过晚饭 千万不能走路风生 使他们有所防备 是 哪吒这小子竟然连破我们两个人的倒数 这口气叫我怎么咽得下去 他伤了我们两个 我们先把抓来的杀死两个 抽出这口气 对 我们记得只是哪吒一人 只要我们想办法避开他 把江子牙和其他人抓起来 看他稀奇只有哪吒一人 还挺不挺得住 来人 将军 把黄飞虎跟周济两个带来 是 请 停下 走 五七 你去那 嗯 超厅 超雷 你们到那边去 走 快走 走 走 出来 下 快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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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报告张将军 反贼派人偷袭 粮草被人粉烧 什么 立即传令 四面包围 你不要放走一个人 是 又是你这小子 我宰了你 手下败将还敢口出狂言 出来 走 杀 黄将军 我们来救你了 还有黄明将军呢 黄明将军在里面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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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明 方明 多数也实在难破 得很难破 向父先喝了这杯再加封哪吒 谢五王 哪吒听风 在 我封你为先行官 祝你师叔江丞相 星舟灭咒 谢五王 恭喜先行官 恭喜先行官 感谢各位大人 来 我敬你一杯 谢你救命之恩 来 我们也敬你一杯 谢谢 三位将军实在太客气了 真是折煞我这小辈了 朝天朝磊五集 你们三人都有功劳 我会论功行赏的 谢五王 好 想我张贵方自带兵以来 大小战役不下百次 从没有过像这样的大败啊 更想不到 我们竟然败在一个孩子手里 是啊 现在我们的军队已溃不成军 我们的法术又给那小子给破了 以后如何再能作战呢 为今之计 只有将军情非报朝歌 请文太师定夺 好 也只好这样吧 快去禀告大王 说文仲有紧急军情禀报 定太师 大王和王后出去打猎了 水儿 十分 达金跟上来 好的 走 带王 这林子真大啊 真是太好玩了 走 达金 你看 你看那儿 你看 带王射注了 带王剑法可真准 就是 带王 老太师 带王 老太师 你匆匆忙忙赶来 有什么提示吗 要没有紧急的事 也不敢来打扰带王跟娘娘行乐了 带王 刚才张贵方有战报送来 他给江子牙打败了 退兵五十里 扎赢后命 怎么 这个人怎么这样窝呢 他已经连胜数镇了 后来来了一个叫哪吒的孩子 破了他的法术 因此才败下阵来 什么 连个孩子都打不过 带王 有法术的人不论年纪的老少 有道术的人不论地位的高低 带王应该明白 带王 闻太师是有法术道术的人 国家的事 太师应该为带王做主啊 对啊 是啊 那一切就由老太师做主了 你说怎么办 我们就怎么办 老夫受先王恩典 当以身报国 可带王也得自重 须时事反省自己 不要贪图酒色 是啊 老太师 言之有理 那你就快想些办法 早日平复稀奇吧 臣则无旁贷 好 好 现今盗贼四起 四方诸侯叛变 朝阁的情势真是大大不妙啊 朝阁可派的将领已经不多了 如今将贵方战败 谁还能胜任呢 是啊 看来要老夫亲自出马 才能平定稀奇啊 可是 太师在朝阁可保安宁 太师要是劳实远征 恐怕这朝阁又难保了 太师 既然朝阁无人可派 您又不能远离朝廷 何不请一些有道行的室友来相助呢 不是你提醒的话 我倒忘了 我有四位同门在深山修炼 他们道法高深 如果把他们请下山 一定能够平复西齐啊 这四位师 就是九龙岛的四圣 稳重要来了 他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他在朝阁未及人臣 当然不会来这里 跟我们一起练道了 二哥说的是 那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老三猜得对啊 于兄就是有事来找你们 师兄久违了 四位师弟顿记仙岛练成高深道行 可喜可贺呀 师兄请坐 师兄你想尽荣华富贵 有何事到这荒岛来 于兄受先帝之托 统领朝纲重任 哪有四位贤弟这样静修之福啊 师兄也想跟我们一起练道了 师兄 兄俗事未了 又遇到了困难 想请四位贤弟相助我 师兄 到底是什么事 那江子牙兴兵作乱 我派兵征讨 又被他们杀得大半 为此想请四位师弟出山相助我 师兄有事 我们应义不容辞 可是 我们也倒行浅薄 不知能否为师兄效劳解困呢 我想四位师弟一定能够担此重任 这 张贵方收拾残军把守山头 现在黄飞虎和武吉正在出兵扫荡 我们是否可以指导朝歌呢 朝歌可拒者持有文重义人 可是他如果亲自领兵出征 就顾不了朝歌 他驻守朝歌 又顾不上远征 正是顾此失彼 武王可以修书给东部侯江文焕 请他出兵伐咒 我们东西两面夹攻 定可以剿灭暴君 以平天下 嗯 相夫的办法很好 我立刻修书给江文焕 好 待黄将军战胜归来 我们就安排进攻朝歌之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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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杀 快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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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马力锋 快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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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四位仙人相助 好 请请 请请 有四个这样的怪人 是的 有个拿着琴的 把琴弦拨弄起来 我们的将士就感到 头晕眼花 无法再抵抗张贵方的残军 已经死伤无数了 那个拿着一把伞的 也很厉害 他的伞一打开 就发出万道金光 使我们无法睁开眼睛 想不到 超哥还有这样的 能人相助 请请 原来四位是文太师的同门 今天要不是四位及时赶到 我张贵方就没命了 有四圣相助 活捉江子牙 攻陷西齐就有望了 我们练道之人 也不想多伤无辜生命 只是为了帮助我师兄 抓叛臣黄飞虎 回去拂命就是了 可是 要抓他们也不容易 明天你带兵出战 我们自有办法 是 你们这两个败将还敢前来送死 得扎 不要口出狂言 今天我张贵方就是来报仇的 凭你们两个 听说你们请来四位艺人 怎么不见 江子牙 不要急 他们一定会来见你 要你投降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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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江子洋 老夫就是 四位道友是哪座仙山 何处洞府 到西齐来助纣为虐 实在不该 不该的是你 江子洋 我们是九龙山练器道者 王摩 二弟杨森 三弟高有钱 四弟李兴霸 你只要依了我们三件事情 我们就不动干戈 哪三件事 第一 要五王向昼王称臣 道友之言差矣 我五王乃是民主 才能向暴君称臣 你再说这第二件 开了西齐仓库 给张贵方三军赔偿 第三件事 将黄匪府绑了过来 给张贵方借回朝阁治罪 你要是不答应 我们就杀尽程序 到时候不想也得想 还要连累万千生灵 你好大的口气 我看你们有什么能耐 哪吒 道友所说的三件事 一时之间老夫也难做主 带我回去禀报五王和群臣商议了 三天之后给你们答复 不行 你这是缓兵之计 谁知道你又出什么鬼主意 算了 三天之间他也练不出什么法术来 到时候他没有答复的话 我们再动手也不迟 听着 三天不许再拖也不能再拖 不知黄匪虎 还有他父亲黄滚也一并带来 他要把我父子俩押回朝歌之罪 是 丞相说要和五王商量一下 限期三天 那江子牙是想答应他们的条件 我想江丞相不会这样做吧 什么不会 打不过人家 就拿我们做牺牲品吧 我们到底不是西齐的人 是 虽然我们不是西齐的人 可是我们也在为西齐立功 人家不当你是功臣 当初我就劝你叫你不要反叛 破坏我们皇家七代忠良的名誉 是 好了 现在给他们押回去 非但性命不保 而且遗臭万年 我要问问江子牙 向他讨我公道 这 这 黄将军来了 黄将军 你来得正好 我来得大概不是时候吧 黄将军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一定是误会了 以为我们商议要答应王摩提出的三件事 不是吗 为了顾全西齐的命运 你就把我们父子俩去做交代吧 黄将军 江丞相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自己人的事 对 这样做是对得起大多数人 可对不起我们皇家父子 看来黄将军真是误会了 来 坐下来 我们慢慢谈 我在镇上答应三天考虑之期 正如张贵方所说 是缓兵之计 看来 九龙山四圣的法术 我们没办法破 所以全且答应他们 好再做考虑 我们商议只有一个办法 成将去昆仑山一趟 上昆仑 去见我的师父原始天尊 求他指点我化解危难 刚才我们正在考虑 有你和南宫将军代长西齐兵权 三天之内我一定赶回来 我们的武王就要向朝歌称臣了 这消息谁不知道 以后这里就是朝歌的属地 我们可怎么过活呀 这连武王都不保 我们百姓有什么办法 我看我们还是赶快逃吧 逃? 你逃到哪儿去啊 听说那四个怪人叫什么四圣的 那法术非常厉害 连江丞相都斗不过他 那 这城外又都是张贵方的军队 那怎么办 是 这事还真讨厌 我看还是想到那儿逃吧 好 我们还是赶快逃吧 师父 弟子修行日浅 道行浅薄 在西齐屡遭拜祭 恐怕有负师父所托 世间的事 哪有不费些精神气力 就取得成功的道理呢 只要你尽了力 成功失败自有天意 成大事者怎么能一遇挫折就气哪了呢 江上尽遵师父教训 人世间万事都要顺天应命 或福自有定数 这是封神榜 凡是榜上有名的人 死后都会封神 你拿去在西齐建一座封神台 把榜挂在台内 那么将来死去的人都会各归其位 弟子谨遵师命 这根鞭叫打神鞭 这是姓黄旗 都有神旗的妙用 可以助你降妖伏魔 待会儿再教你应用之法 弟子多谢师父 记住 世间任何奸恶邪行 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祸害 可是到头来一定会遭到恶报 你自己也有劫难 这是气数难免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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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谁 你不许动 别动 老实点 你是什么人 躲在这干什么 我 我是西齐人 是西齐的奸细 不不不 我不是奸细 我真的不是奸细 我有重要的情况 要去报告张卫方将军 要见我们将军 对对对 先把他绑起来 是 你是季昌的第三子 季发的弟弟 是 是 我叫不安 本应由我来继承父亲王位的 可是季发不易 为了夺位 手足相残 把我贬为平民 原来是这样 那么你到这儿来 见我的意思是 我要告诉张将军 江子衙他们绝不会同意 你所提出的那三件事 可是我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 你有什么办法 要控制西齐大局 首先要控制计划 然后对付江子衙那些人就容易了 怎样才能控制西齐大局呢 先把他抓起来 可是他住在深宫 又有江子衙等道行高深 武艺高强的人保护 不打败他们如何抓得西齐大局 我自有计策 什么计策 不过 好吧 说出你的条件吧 事成之后 你代季发回朝歌领宫 由我来继承西伯侯的爵位 如果能够不战而凭西齐 我们可以答应你的条件 跟你合作 好 那我们可以尽快行动 站住 干什么的 我们在市场上看见这个快要病死的人 他让我们把他呀抬到这里来 是啊 我们以为他快要死了 可是他说他是被贬的太子 要临死前见见太后 你们看看认识不认识他 真是三公子 不安 我的儿啊 你怎么会成这个样子 母后 我对不起你 我即将要离开人世 不安 唯一的希望 就是能在母后的身旁死去 不 你不会死的 不会的 快叫太医来 是 不要叫太医来 不要惊动宫里的人 我怕哥哥会 你哥哥是量大之人 他不会记仇的 何况你是他的弟弟 这样吧 你先在这里休息养病 带我跟你哥哥去说说 叫他留你在宫里居住 哥哥 他会答应吗 会的 他一定会答应的 不过这几天他很忙 他总是要很晚才能回宫 明天你再去告诉哥哥 我的罪孽太深 我要向他忏悔 孩儿 你不要再说了 时间不早了 你带这几位大哥去用膳休息 我要好好的谢谢他们 谢太后恩赐 你哥哥 走吧 你去煮点参汤来 是 满 再拿一身新衣服 给三公子换换 是 我 我 想 城外情况怎么样 张贵方的军队倒不可怕 只剩那四个妖人的法术 太厉害了 我们不会答应 他们提出的三个条件吧 当然不会 此事带相父回来以后 自有办法解决 今天 今天有四个人把不安抬回来了 她发生了什么事 听宫里的人说 她病得很重 临死前要见见母亲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你现在去看她 是啊 赶快叫人去找太医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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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